哈喽大家好呀我是甜麦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超短侠第一季第八集 这天早上黑心书突然从噩梦中惊醒 在空旷的房间里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饭 吃饱后就开始梳妆打扮 他有着每个女生都羡慕的大衣橱 不过他的服装很赞衣 都是深沉阴郁的黑色 就像他的心情一样 随后他从中选出了一套最黑的 整齐穿戴好后走到穿衣镜面前 突然镜子里反射出一个满身是血的小男孩 这画面看着有点圣人 但黑心书却十分的淡定 原来镜子中的小男孩是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之后便关灯离开了房间 紧接着黑心书带着凯伦和日本的合作伙伴进了面 日本人告诉他黑空已经死了 想要再次找到黑空 估计比登天还难 黑空呢是黑心书摧毁城市的重要武器 既然找不到了 黑心书自然就终止了与日本人的合作 这让日本人很生气 开始破口大骂黑心书 然后转身离开了 当天晚上黑心书接到了凯伦的电话 说他们的线人布雷克警探已经醒来 为了防止布雷克出卖自己 黑心书决定派人将其灭口以防后患 于是黑心书找到布雷克的警察搭档 希望他能帮自己干掉布雷克 当然在金钱的诱惑下 他想都不想就答应了黑心书 随后布雷克的搭档来到医院看望布雷克 趁布雷克不注意 就将药物注射到了布雷克的体内 纳芝刚注射完黑衣人马特就赶了过来 直接将他打晕在地 可马特还是来晚了一步 药物已经进入了布雷克的心脏 也来不及救治了 他立刻告诉布雷克 快把黑心书的事情告诉自己 自己会替他报仇血恨的 布雷克眼看自己就要不行了 便将所有的事情告诉了马特 刚说完警察就破门而入 马特第一时间逃离 而警察却发现布雷克早已没有了心跳 与此同时 丽兰找到了黑心书 说黑衣人已经知道了 他是黑恶势力的大财务管家 说完之后便离开了 这时 驻守凯伦过来告诉黑心书 布雷克已经死了 警察已经把所有罪责 都嫁祸给了黑衣人 让他放心 这让黑心书回忆起 小时候被人欺负后 他的父亲带着他一起去教训欺负他的人 同时还让黑心书动手打人 却不知 这种错误的教育方式 严重扭曲了他幼小的心灵 果然 坏人都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黑心书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告诉了女友小沙 他从小就生活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中 父亲总是让他面对墙 练习胆量 后来由于忍受不了 父亲欺负母亲 就拿起身旁的锤子 将父亲打死了 但此后的日子里 他一直活在恐惧当中 时刻佩戴着父亲的扭扣 以此来提醒自己 不能变成像父亲一样的恶魔 看来童年的阴影 让他苦不堪言 小沙也非常理解黑心书的痛苦 在寂静的夜空下 两颗心渐渐彼此靠近 在随后的日子里 小沙一直陪伴着黑心书 黑心书也不再孤单 慢慢的走出了童年的阴影 另一边 黑衣人马特找到了记者老黑 他想把自己搜集的证据都交给老黑 让他利用媒体的力量 将黑心书的所作所为曝光出来 可是老黑并不知道黑心书是谁 只知道联合公司有大问题 于是马特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 老黑在确定他不是坏人后 最终决定帮助他 就在老黑准备将马特提供的证据报道出来时 黑心书竟然抢在他之前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他竟然当众指认 黑衣人才是破坏城市的罪魁祸首 还厚脸皮的说 自己站出来是为了维护城市的正义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站出来抵抗黑衣人 与之后是如何 关注甜妹 不要错过最新 精彩 瘫 美员